竹山镇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在南投县政府补助及辅导之下 在原第一市场的竹山镇社区活动中心 举行开幕活动 社会及劳动处科长王荣毅 竹山镇长陈东木 及共同合作的七个竹山镇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一同出席 社区长辈高兴地跳舞庆贺 为竹山镇社区发展写下历史新页 在南投县政府补助及辅导之下 在原第一市场竹山镇社区活动中心 举行开幕活动 各界来宾及社区长辈共同出席与会 世劳处表示 南投县政府自106年 开始推动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今年共有南投市 普里镇 草屯镇 竹山镇等21个社区加入 今天开幕的实体店面 是继于石乡 国形乡之后 第三个社区产业实体店面 今年还有竹山镇 福州 原镇等实体店面将陆续开幕 希望借由增加社区自首裁员 让社区有更多的经费 办理社会福利工作 也可增加中高龄居民的二度就业收入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社区产业 能够帮助到我们社区的居民的一些农特产品 以及我们才一般所制造出来的一些 组艺品或再制的一些农特产品 能够在我们社区产业的一个方案之下 能够去推动 那这个推广行销我们社区产业之后 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云业 能够抑制到我们社区来办理我们社区的福利部分 我们希望今天的竹山社区所带领的一个社区产业实体店面 能够让各位更清楚的我们社区产业有多样化的一个产品 也能够让我们来到我们竹山社区也能够看到我们竹山的一个好跟一个产品 那也能够抑制到我们社区的发展 竹山镇长陈东牧表示 感谢县府协助工所也提供场地 配合八个市区共同结合 让竹山优秀的农产及工艺品 通过实体店面平台行销出去 这个市场是一个竹山市场 是非常接近在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非常方便 那只要所有的游客或是旅客来到我们的竹山 你假如是逛逛市区 逛逛老建筑 看看它的风景之后 要买一些产业的东西的话 就直接到我们这个市场里面来购买就可以了 不用很大老远跑到这个乡下的一个农家去买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作为 竹山社区发展协会增里长表示 开幕实体店面又称仙女两星摊 诉求产地直销 物美价廉 整合竹山镇八个社区农特产品 制工制制益品 乳竹筍制品 竹工益制品 生鲜蔬果 茶品 手工益品 零嘴等等 消货所得提拨5%作为老人超库服务 而上陪伴般的业务发展基金 竹山社区很高兴今年 承办了我们的竹山镇社区产业行销活动 那我们结合了另外的七个社区 共同来主导这场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为了社区里面 长者志工们 包括我们的 在我们的产业行销的部分 增加各个社区的技能 也希望我们给社区创造 他们的另外的自主的经济来源 那希望说 各个理事长带领他们各自的志工们 在他们的各自的社区里面 能闯出一片品牌 竹山当地的民众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增进一批农产品共享顺聚 希望大家一起参与 让社会更温暖 竹山发展社区在各个理事长 还有各个干部 还有义工他们的长年的努力之下 发展他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那这一次透过他们这一次的 在地的行销 产业行销 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也是本身也是一个 在地的一个传统企业 所以我们对他们这次的产业推动 我们是非常的有心要去赞助 也希望我们这次的赞助活动 是可以得到满满的回馈 竹山镇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由获得107年 全国社区选拔甲等的竹山社区 发展协会带领 参加社区有富州 延正 中崎 山崇 河新 桂林及藤湖等7个社区 透过联合提案共同整合行销 打造竹山镇社区产业品牌 希望以产业带动观光 增加地方经济发展动能 也可让消费者经由体验活动 对福利社区化有更深入的认识与支持 记者 蔡时齐 竹山采访报导 核基産与之中